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俄罗斯互相击落对方的导弹 俄罗斯占领区的民众撤离 荷兰福陶因的吊仗再被涂乎 比利时火车站少年打架被火车撞死 韩国驻华使馆抗议中共媒体的报道 广交会看的人多交易就大幅减少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 加冕典礼在伦敦举行 慶祝活动包括游行、演讲和音乐会 当查尔斯三世把姓爱德华的皇冠带在头上的时候 全世界数以亿计的观众都看着电视机 英国国王的加冕仪式 仍在荷兰等世界各国的媒体上直播 加冕的仪式 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 历时两个多钟头 2200名奔下 现场参加了见证 包括各国王室的成员 名人、宗教领袖和国家元首 查尔斯三世 站在有七百年历史的加冕的凳旁边 教堂里面的人高呼 天有国王 然后就向浩国 查尔斯三世宣誓维护法律和英国国教 接受恩高和授予王权的物品 由主持仪式的坎德巴勒大主教 为他带上纯金打造的17世纪圣爱德华皇冠 教堂里面 参加仪式人士高呼 天有国王 而皇主威廉就亲吻父亲的面部 皇后卡米拉 亦以同样的方式受告和加冕 仪式举行之前 英国的国王抗礼 坐着串熙的马车 由白金汉宫出发 前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期间有大批民众沿途欢迎 加冕仪式后 他们两人坐着马车 返回白金汉宫 并且同皇室成员 在阳台上向群众揮手 英国38岁的小王子哈利 出席了父亲的加冕典礼 但坐的位置 远离他40岁的哥哥威廉王柱 哈利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和他的堂妹尤金利公主 和比亚特利斯公主 以及阿叔安德鲁王子 商论而坐 很长一段时间里 哈利王子是否会出席 他父亲材司的加冕典礼 一直都不确定 但在4月10月 白金汉宫宣布了哈利王子的出席 而他的妻子梅根就不会同向 在稍后的阳台向民众揮手致意的场景中 威廉王子和海森林王妃以及他们的孩子在像 公主安利和王子爱德华 也向英国的民众揮手致意 安德鲁王子不在阳台的场景中 哈利王子亦没有出席 在父亲的加冕典礼之后 他立即动身回到美国 为他的儿子庆祝生日 世界上有很多黄色的成员 都参加了查尔斯的加冕典礼 但荷兰的国王和皇后 因为昨晚要参加解放日的音乐会 因此未能前往 储君阿玛利亚公主 和前女皇贝亚特丽克斯 就前往英国出席了加冕仪式 烏兰和俄罗斯互相击落对方的导弹 乌兰表示首次击落了俄罗斯的高超音速导弹 乌兰的官方说这是一个历史性事件 因为这种导弹 在俄罗斯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先进的武器 这个导弹的名称 在俄中是比手的意思 很难击落 因为它飞得又高又快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18年 推出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的时候说 这种导弹是理想的武器 但是一位乌兰的将军 嘲笑了这个说法 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我祝贺乌兰的人民 我们击落了毛雨伦比的比手导弹 事件发生在星期三晚上 到星期四凌晨 当时俄罗斯对乌兰进行了一系列的空栅 据这位将军说 外国者防空系统能够在基辅上空拦截了这种导弹 乌兰空军发言人在接受乌兰电视采访时 有人说 外国者是一种过时的美国武器 而俄罗斯的武器是世界上最好的 这样好了 有正式表明 外国者甚至在拦截高超音速导弹时 也很有效 他表示 这次成功拦截了备手高超音速导弹 是被俄罗斯一记响亮的耳光 另外 克利米亚州的州长 阿克肖洛夫星期六表示 一枚乌兰弹道导弹 在克利米亚半组上空被击落 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击落了 乌兰向克利米亚上空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 阿克肖洛夫在社交门上说 并没有造成损坏 也没有人受伤 不久之后 他的一名顾问表示 两枚导弹已经被击落 不过这些说法 并没有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 据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的报导 这是地方当局 第二次在克利米亚上空 探测了乌克兰的导弹 第一次是在上海院 克利米亚在2014年被俄罗斯吞平 自2022年下季以来 这个半岛经常遭受爆炸和无人机的袭击 4月下旬 无人机的袭击 导致俄罗斯克海兰队的驻扎地 塞亚斯托波尔的一个游户发生了大火 俄罗斯占领区的民众要撤离 由于乌兰的军队加强炮击 俄罗斯当局的官员今天下令 俄国控制的乌兰南部 扎波罗尔地区 部分靠近前线穿落的平民 需要临时撤离 俄罗斯任命的扎波罗尔地区官员巴里特斯基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过去几天里面 敌人加强炮击前线附近的村落 他还写道 因此 我决定首先撤离儿童 与他们的父母 年长者 残疾人士 及医院的病人 看看荷兰 荷兰正下福陶欣的雕像 再被涂污 根据南荷兰省地方媒体 Reymond 报导 昨晚有不知名的人士 用油漆涂抹没了 绿特丹的福陶欣雕像 而绿特丹的市政府 今天下午 重新清洁了雕像 21年前的今日 荷兰民粹主义政党 LPF的领导人 福陶欣 篇荷兰 在荷兰Hilversum的广播城 遭到枪杀 当时 他刚刚接受于电台采访 布出演播的大厅 今天 在荷兰的很多地方 比如他在北荷兰省原来的墓地 以及绿特丹等地 都举办了纪念 篇荷兰的如此周年活动 这不是篇荷兰的雕像 第一次被涂污 2002年6月份 雕像的基座被涂上了白色油漆 上面写着种族主义的字样 在被枪杀之前 正在荷兰的大选 篇荷兰的支持度很高 他的政党有望胜出 因此他就会成为首相 比利时火车站少年打架被火车撞死 在比利时火车站的一场斗钩中 有两名年轻人 被高速列车撞到 其中有一个人当场死亡 另一个人受了重伤 被送往医院 伤势很严重 他说 这是在布鲁塞尔机场车站附近的广场上 开始两个青少年联火之间的争执 一群16-18岁的年轻人 来到了火车站的站台 一名目击者告诉媒体 这个不是一场熟悉的搏斗 一辆高速列车 响着汽笛进入车站 而这些年轻人还在站台上 但是火车的高速 将两个人卷落了站台 拖住他们在前行 所以 肯定不是一个人 将另一个人推到火车铁轨的情况 这一列火车来自德国 以正常速度行驶 车上载有大约200名成亚 事故发生之后 火车停下来 警方仍然在调查这件疑似事故是怎样发生的 比利茨铁路公司的发言人说 有涉仗机的监控录影 所以 现在就此发表任何言论 还是为时过早 而荷兰的铁路站台 亦有类似的画面 社交媒体上 流传着一场斗铁的视频 星期五晚上 在阿姆斯特丹 一名男子被一群至少10名精灵人 踢倒在地 推到站台 视频显示 他躺在阿姆斯特丹 彪玛站的月台时 被踢了一脚 当他爬起地时 被推到站台 其他人就在站台上大喊大叫 并进行拍摄 所行当时并没有列车经过 因此 亦没有出人命 警方已经发出呼吁 要求停止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有关的事物道象 目前 警方还不清楚 谁是受害人 要求他报案 而 襲击者的身份也不清楚 韩国驻华使馆抗议中国媒体的报道 韩国驻华大使馆说 已经就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 及其英文版刊登社并 批评韩国总统韩石院 访美期间言论 向两家媒体发出信件提出抗议 据韩联社星期五报道 韩国驻华大使馆星期四 向两家媒体发送信件中 说有关的社评 以偏颇的视觉 和煽动性刺激性的失当措施 对韩石院和韩国政府 追求地区和平稳定的外交政策 进行了毫无客观依据的 一股路的贬低 韩方对此表示强烈的遗憾 并敦足其采取措施 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大使馆的信蓝还说 两家媒体以低逐度难以啟致的表达方式 指责韩石院的部分内容 甚至令人怀疑 这个能不能够称得上是有体面的媒体发布的稿件 大使馆说 如果韩国的媒体 以同样的方式连日刊民指责中国的领导 中国人民又会作何感想 奉劝其将心比心 慎重地换位思考 大使馆说 这种做法对韩中关系的健康成熟发展毫无疲益 只会助长两国的国民对彼此的负面认知 媒体刊载文章 需要更加慎重 这种做法对韩中关系的负面影响 造成的一切责任 要由贵报写自负 《环球时报》和英文版 4月23号刊登的一篇写并 对吻石月在访美前的涉代言论 进行了强烈的指责 说吻石月的涉代言论 令韩国外交的国家碎了一地 《环球时报》上个月28号刊登的另一篇写并说 有评价说 历界韩国政府中 吻石月的政府可能是对美国最不具有民族独立意识的 这次访美 无疑印证了这个评价 韩联社报道说 韩国驻外的使馆 对驻在各媒体的创务报道 予以应对并罕见 但是对评论内容的表述 和偏颇性正式突出抗议 并对外公布这个消息 就比较罕见 早前 《环球时报》英文版 4月24号 曾经发表社论说 尹石月涉日的言论 罔顾韩国以及其他亚洲人民的感受 而韩国的总统府也出面批评 相关的评论低俗 尽显对国际局势的无知 与事实严重不符 第133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即是春季港交会 昨天閉幕 尽管参展的企业数量 尽管的人次 创了历史新高 但现场出口成交216.9亿美元 低于2019年疫情前 同期的297.3亿美元 显示 中国的外貌形势很严峻 这届的广交会 线上线下参会境外采购商 来自229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 有129,066人 来自213个国家和地区 而一带一路的完善国家 采购商是 626,698人 佔了48.6% 不够五成 好,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